說說你的車子放在哪個地方和那個人流怎樣 我們第一個位置放了四天在觀賊海濱起東九龍東 那裡不錯 環境不錯 人流生意都不錯 工廠區在附近 主要是在附近工廠上班 寫字樓上班 因為整條海濱道一行過十幾棟工廠 整條街只有三間餐廳 現在要不需要虧損呢 當然你說現在回本就太快了 但你要計算數的嘛 是否跟著進度去 如果計算觀塘 只計算營運成本 我們就沒有虧損 有沒有得賺呢 有賺一點 其實沒有虧損就已經是賺了 嘩 你們都很好 不然不虧損也很難 因為其實我們本身有個理念在車上 賺錢不是我們第一項要做的事 我們本身有個社企理念在車上 所以如果我們維持到 營業到 其實對我來說已經可以了 現在說的中文海濱就是摩天輪附近 是嗎 應該附近應該是 附近應該是比較近的 對 附近九號碼頭那邊應該是嗎 十號 十號 九號碼頭也比較近 十號 那裏多慘淡呢 慘淡嗎 最慘淡是一早上還有九十元 十號碼頭到下午三點 對於晚上會不會好一點 晚上會不會好一點呢 晚上七點鐘沒有人走 竟然 因為我以為常常人會看那天文 那裏你知道 久不久都有嘉年華教 黎明也有開演唱會 也有不少人去那裏拍照 或者遊客也會去看那天兩天 我很大期望 那個黎明演唱會 但是這行又沒有叫人出去幫忙買包 即是那些人真的進完 可能吃了東西才進去 是的 有什麼建議給政府呢 其實我覺得 第一點已經說了 那個位置大概 天龍地的分別 即是街頭街尾 不是要你重新規劃一個新的地方 其實我覺得那個地方已經可以了 但是差一點 差一點就差很遠 我覺得這個改善一點 其實也沒有什麼向求 改善一點就能夠 加上一些形形的鴿 加多一點都已經可以改善到那裏 即是用中環的做例子 你就不要放在這麼近公廁的位置 放出一些 令到大家搭船去不同地方的人都可以見到 最主要見到 見到才有的誘因去看到你 而我們實際營運了之後 發覺到其實兩個星期我覺得都合理 而且這件事 他們本身最早期是打算過半月 也聽到我們反映的意見 改了兩個星期都是不錯的 而兩個星期我覺得是合理的 是因為我們可以聚到人 知道這個地方 第一個星期可能是儲一下 第二個星期真的有人來 我覺得OK 但是 可能我們營運了一段時間發現 原來有些地方是五時旺 有些地方是萬時先旺 那可不可以做一個組合式的配對 例如我觀塘原來只有五時而已 而尖沙咀可能是晚時旺一點的 可能它就成為一個組合 然後我們抽籤的時候就是 這個組合是觀塘兵尖沙咀 然後我們就可以 下午去完那個觀塘之後 晚上回到倉的補貨 然後晚上去尖沙咀 一來我們可以做到生意多些 我平時租的地鋪 我都可以廿四小時開了 而這個可以讓我們做到多些生意 第二亦都解決了一些人批評 現在還未值得缺乏流動性的問題 還有有些新鮮感 有些人在那裏有些不同的 有些東西 這些是先導計劃而已 試完之後這些做了之後 這些經驗都可以加入去有些改善 是的 始終都是第一次 先導計劃其實我們都是試驗 讓我們去試一下 其實剛才這樣說 林生講完 即我的partner講完 有些地方可能是午市好 晚市好 有些可能是晚市好 有些地方可能是一至星期五的 都是沒有人 但他們星期六幾天是很旺的 那可不可以再畫一些配套 可能是一至五 它可以讓我們有另外一些選擇 或者其他旅遊景點可以讓我們放在那裏呢 或者行人專用區可以放在那裏呢 有沒有想法有些什麼旅遊景點可以放在那裏呢 廟街啊 廟街都可以的 有很多旅客去的 即是這些地方本身也有行人專用區 那它有一個空間在那裏的時間 那都是一個交替 都是做到流動 即是美食車其實都是一個流動的意思 那我們的主旨都是要推廣旅遊業 將我們的食物帶給別人的 那用這個方法其實是不是可以呢